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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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漫画的表现形式 那我们在讲漫画的表现形式之前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漫画的语言 漫画是结合了图像文字 以及电影的剪接分镜技术 成了所谓的第九艺术 而漫画由这些形成的因素 也发展出自己的漫画语言 如果你要是不懂漫画语言的话 你可能就是看不起漫画来 会很辛苦或是看不懂 谈语言的话 我们就要先来了解漫画的构成是哪些东西 那漫画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图像 那图像当然是漫画最重要的要素 如果没有了图像 那就不能称作是漫画了 那接下来的就是文字 那文字呢主要是辅助图像表现的不足 因为漫画跟电视电影不同 它没有声响配乐 因此漫画需要靠各式文字来表达辅助 帮助图像说故事 那第三就是分镜了 分镜主要是将漫画中的图像跟文字串联起来 在这个分割的现框里面展现出剧情 就像电影分镜一样 不同的是电影讲求的是连续的全面的 而漫画就 你可以选择 反正你看到哪里 你也可以停在哪里 电影当然就不行了 当然你如果是在电脑前面看电影又另当别论 第四个则是剧情 因为剧情是一部漫画的灵魂 如果我们把这个剧情故事拿掉的话 那这漫画应该就不叫漫画 应该就是一本画册而已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漫画的特质 那漫画的特质有哪些呢 其实我一讲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第一个是变形 第二个是夸张 其实变形夸张是蛮欲起同工的 那第三个呢 是讽刺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看报纸上的政治漫画 比较多这种的 第四个就是幽默 对不对 如果 这次漫画也是它最重要的特质之一 第五就是幻想 你可以贴马行空的 把所要表现的事物给它绘制出来 第六则是注记 注记是在漫画中的一些说明 包括标题 对话 在幽默漫画中也是笑点的所在 第七则是现实 漫画是存在现实的环境中的 它可以结合现实 关注国家这个政治的发展议题 所以日本的漫画之神 首种自从他有讲过 漫画是一般民众的批评精神 而李赛他也提过 漫画更肩负着一种庄严的文化任务 第九就是象征 漫画家对一些不便说明的 就是采取用联想或暗示性的 来传达他的意念 来达到他所要表现的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漫画的表现形式 漫画他的形式是有在演进的 事实上漫画跟影剧是一样的 他们都有复杂生动的情节 里面也有主题人物 还是有剧本的 只是表现的手法不一样 那漫画是用连续性的插图表现 所以他更接近电影 长久以来漫画就是我们生活紧张中的一个论法记 所以他也一直在朝着遗乐的方向前进 所以漫画的艺术发展是十分快速的 所以漫画家也比以往更深刻的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体验 和对世界的思考 漫画在世界各国都有一定的成就 漫画除了本身的进步以外 他当然也借助了很多传播媒体的力量 来加速了多元的发展 成为现代绘画艺术中不可抹灭的一个要角 漫画形式的发展 大致上可以分作两大项 一个是形式的演变 他是漫画因为内容改变或演化所发展出来的漫画表现形式 第二是传播方式的演变 因为他传播技术发展出其他的漫画表现形式 比如说像现在的你可以在手机上观看漫画一样 他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那这边比较要谈的就是漫画的表现形式 因为我跟我们以后要做的作业比较相关 那我就大致上讲一下 就是漫画有哪些表现形式 或者是类型 第一个就是单格漫画 第二个是四格漫画 第三个是连环漫画 那当然连环漫画就包很多 比如说少女、青少年、成人等等 那我这边就先跟同学讲一下 什么是单格漫画 单格漫画就是以单一画幅的图像 表现一个完整意义的漫画 作者在此呈现文字与图像 或单独呈现图像 就是借着读者的背景知识 对这个图像加以转化解读 那通常单格漫画都发表在各报章媒体的正论漫画 是大众最了解的漫画形式 它也主要是应用在存疑乐或是商业用途上面 那出版社就比较少用这个形式来出版 单格漫画最重要的就是单纯的幽默感 以及心领神会的共鸣 这才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接着是四格漫画 大部分的幽默漫画的手法 都是用四格漫画来表现 因为四格漫画是漫画的基本形态 那不管是西方的由左到右 或是中国的由上而下 刚好就是我们中国的作文方式 起承转合 日本的漫画制成首种自从也讲过 有过四格漫画经验的人 无论画成了漫画、儿童漫画等等 这些都不会困难的 并非这些人的手灵巧 而是四格漫画的丰富经验 让他有奠定良好的基础 接下来是连环漫画 也叫多格漫画 它具有较长的叙事过程 手法接近电影 所以说剧情是里面最大的特色 连环漫画它是以连续单格画面 表现出时间进行的概念 所以长篇故事对漫画而言 它必须要比单格漫画或四格漫画 更有周密的剧本 所以在分格表现时间因素 是连环漫画最重要的特色 让读者在看漫画时 就像看电视剧电影一样 这也是一般大众所称的漫画 同时也是市场上最大宗的 对方的特色 这次在看电视剧电影